Omicron大流行 美国CDC建议民众改带保护力更好的N95口罩 不过国内的胸腔 暨重症专科医师黄炫认为 只要花三招 同样可以提升一般口罩的保护力 包括戴两层口罩 或是把口罩的两边打结 以及加装了口罩固定器 就可以增加口罩密合度 比起N95口罩还要更耐用 路上行人口罩戴紧紧 但随着台湾确诊人数增加 有人担心是否一般医疗口罩 也挡不住Omicron变种病毒 美国CDC建议可以改带保护力更好的N95口罩 带有医生建议 带两层口罩也能提高防护效果 一个是医用口罩 一个是布口罩 可以造成了阻挡了96.4%左右的病毒 医师提醒带两层口罩防疫 内层是医疗口罩 外层是布口罩 如果戴错口罩或是佩戴顺序错误 就没有效果 但这样的做法民众看法不一 医师提醒多戴一层口罩 也要注意口罩的密合度 除了使用口罩固定器之外 还可以DIY 先将口罩上下对折 接触脸部的那一面 折在里面 接着将口罩绳打结 位置越靠近口罩越好 再将口罩与神结之间多余的布料 从口罩边缘塞进去 最后拿起口罩放在脸上 在屏梁处压紧口罩压条再戴上 让医疗口罩晋级就能强化保护力 而N95口罩留给最前线的医疗人员 去台中做客报导